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们也还是磕到了 因为陈毅的手部细节又来了 用力拖住杨子后脑勺的这一下 轻精爆气 这惊到 有一种要把杨子揉进身体里面的力量 简直是缠绵翡测 温存带感 换气的间隙 两人脸贴脸埋在一起 这距离近的 是完全可以感受到 对方鼻息的程度吧 这段喊咖之后 诚意与杨子都双双入戏太深 久久都难以忘怀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部剧里 杨子每次亲诚意 都是他双手抱着诚意的脸 为什么呢 是不是诚意的脸 摸起来比较好摸啊 什么都可 只会让我营养均衡啊 演员们走不出来 观众朋友们更走不出来 众所周知 在杨子的工作室的花絮里 老是能捎带脚 看到一点诚意 杨子的工作人员 正给杨子录制单人花絮 诚意在背后看剧本 杨子看了一眼背后 诚意听到动静 马上会议 麻溜的就要起身找姊妹 只是不巧 这个时候 诚意刚好被工作人员叫住了 意仔被拦着过不来 好着急的眼神 但是这都左右不了 他想要来找杨子的决心 终于解决完事情要过来了 来到边边 却被化妆师拦下 于是 诚意只好乖乖地在背后等杨子 默默地盯着杨子的后脑勺 意仔要不要这么黏人啊 全场围着杨子转 杨子在哪 他就在哪 他俩之所以能成CP 多数是因为在花絮里 我们看到了 诚意不同于别的剧里的活跃 诚意看杨子的眼神 真的谈不上单纯 对比起诚意对不同女演员的表现 就知道杨子在他这里有多特别 先来说说 爱情剧必备名场面公主爆 诚意跟袁冰岩搭戏的时候 是肉眼可见的 爆得很用力 而且动作 姿势 语言特别狂野 要不是有了后期剪辑 都看不出两人中间有啥粉红泡泡 就连袁冰岩也吐槽诚意 最近是没有健身吗 两人爆得一点美感都没有 可其实 袁冰岩与杨子的体重都差不多 诚意的肌肉力量 也一直在线 到了跟杨子对戏的时候 诚意轻轻松松地 就爆起了杨子 剑步如飞地走完整场戏 拍摄前 杨子还担心自己的体重 诚意会抱不动 诚意却直接跟杨子表示 你并不重 说完 还用自己行动力满满的男友力 证明给杨子看 的确是 臂膀恐无有力 肌肉壮硕 身强体壮 之所以拍出来的效果不同 完全都是因为心态不同吧 再来说说诚意的另一双标识课 看女演员表演 众所周知 杨子与诚意在沉香如蟹的剧组里 每天的气氛都特别欢托 杨子拍摄间隙 开心地跳机械舞 诚意特别捧场 并且还宠溺地发话 让工作人员都别去打扰他 让小孩子玩会儿 后来更是在打雪球这场戏中 借着剧组的场景 两人玩心大发起来 杨子在雪地里蹦蹦跳跳的 诚意鼓掌捧场 这笑容也太放肆了吧 反观与君哥的宣传会现场 两位女主演在诚意面前跳舞 可诚意在干嘛 她在走神 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处 这个真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看张雨希跳舞 女生的裙子有点短 所以她礼貌地伸饰演 完全就不冒犯人家 保持安全距离 到了姊妹这里 一仔就一整个捧场 眼神满满都是宠溺 当然了 诚意的双标 还体现在方方面面 跟袁冰岩在一起玩剪刀石头布 她一整个心不在焉 心思都在剧本里 渴到了沉香的剧组 诚意主动邀约杨子玩游戏 玩游戏的时候 还喳喳呼呼的 生怕杨子听不到她声音似的 跟杨子的划拳划疏了 抄起水瓶子 就是一口闷 哪边安静 哪边激情 很显而易见 一仔这赤裸裸的双标 谁看了不说一句难得标杆 看了易仔的种种偏爱行为 真的有必要提醒一下杨子 适合一把诚意当男朋友处的 不用当兄弟处的 毕竟 诚意的条件 也蛮符合杨子的理想型 杨子喜欢日久生情 从朋友循序渐进发展为恋人 还想要对方傻乎乎的 喜欢说实话的 跟正常人不太一样的 可爱男孩 这些条件 又都恰好跟诚意能匹配得上 两人在一起久了 无论是交朋友还是谈恋爱 还是结婚 都慢慢会发现 志同道合 能让自己开心的人 才是良人 诚意这开心境 好像他抱着全世界啊 可能 他的全世界就在他的怀里吧 《沉香如泻》这部剧 绝对是诚意拍过的 那么多电视剧里 最让他感到开心的一次工作 因为有杨子在 在拍摄龙宫险坠牙戏份时 恐高的杨子吊威亚 承受着心理跟身体上的 双重恐惧和害怕 吊威亚的时间太久了 让杨子都感觉到 腰部疼痛了 但是杨子仍然咬着牙坚持 诚意紧紧地抓住杨子的手 试图用这种方式 让杨子能感受到一点点安全感 导演一喊 咔 诚意便马上大手捞回杨子 用最欢乐的语言鼓励杨子 看到杨子很开心地笑了 诚意才开始淡淡地 说出自己的担忧 怕自己太用力 会把杨子拉下去 谁知道 杨子竟然也有同样的担忧 杨子怕诚意太护着自己了 被带下去的同时 也把他拽下去了 诚意身上都没有什么安全措施 诚意信誓旦旦的 跟杨子打包票 你放心吧 没关系的 你要是掉下去 我立马双手抱住你 诚意一边说 一边肢体动作很到位 还有一场 是杨子假意摔倒 可诚意松开手之后 杨子的一个亮枪 演得太逼真 把诚意给吓到 以为杨子是真的要掉下去了 下意识反应要接住他 一仔啊 你真的不要太爱了 看过现场花絮的观众 朋友们都知道 诚意荧幕前荧幕后的状态截然不同 荧幕前的诚意寡言少语 高冷的表情管理 可是在幕后就特别火焰 特别是在杨子面前 愈发性高采烈到不可控 多少人以为剧组里 杨子才是那个开心果 殊不知 诚意才是那个闲眼包 走戏的时候 诚意喜欢逗杨子玩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标着高音 唱着卡拉OK版本的青藏高原 杨子都唱到破音了 诚意仍然十分捧场 仿佛在此情此景下 世界就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沉浸在这慢慢的音乐声中 事实上 的确也只有他们两个人 沉浸在这噪音声中 杨子特别无奈 试意摄像小哥录一下剧组周边 发现整个剧组 除了他跟诚意 压根就没有其他人搭理他们 都在自顾自的 做着自己手头上的事情 只有诚意 不遗余力地陪杨子玩耍 杨子不在的直播间里 诚意也会时常地cue杨子 而且在诚意说话的言语中 大家能够知道 其实诚意是 很了解杨子的形成动态的 诚意竟然知道杨子在哪里拍戏 并且还特别心疼杨子 周围的环境不好 又热 蚊子又多 又是夏天 又是拍外景的 特别特别的辛苦 诚意希望杨子好好照顾好自己 握紧拳头给杨子加油 有一说一 诚意对杨子的细腻感 真的是没得说 特别温柔 特别细致 他对杨子的心疼 能让人感觉到 是特别真诚的 因为他跟杨子一样 都是喜欢扎根在剧组里的人 能让人感觉到 maybe 行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